通通说出口兄弟你来说 欢迎收听由中信娱乐家族制作的podcast节目 来聊聊关于中信兄弟 中信特工 以及中信菲姆利的点点滴滴 从皇朝来袭到闪电狂轰 从一个闪现到一级炸裂 兄弟你来说speak your mind bro 通通说出口兄弟你来说 欢迎收听由中信娱乐家族制作的podcast节目 那么今天一样是由我繁华来主持 那今天一样我的搭档就是我们的美女小编 所以听到这个美女小编谁就知道 今天就是大场面 又是大场面 今天一样要给大家来一些不一样的 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就是我们中信兄弟的打击教练 石志伟教练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小头教练 头哥 我们的话就是头哥 那这个头哥的这个 我们先开始当然先讲一下这个头哥的逢工伟业好了 因为我怕现在这个刚看球的小朋友可能不太知道 那我自己的话我是从小看着头哥的打击长大的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头哥在加入我们兄弟担任教练之前呢 这个以前是在这个拉牛熊队 然后呢曾经呢连续六年达成单纪百安 那包含在新人年就已经突破新人的这个最多安打 当时的记录啦 当时的新人最多安打记录 当时的新人最多安打记录 林亦真前败的记录 没错 高挂15年 15年的记录被打破 那拿下新人王跟金手套奖 那除了就是在这个连六季拿下百安 这也是这个很不可思议的记录啦 那重点是在前五年的前五百场比赛 只缺席三场 只缺席三场 这是一个超强 很恐怖的成绩啦 那头哥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段这个 有那个时候的一些故事 我们从一开始先讲好 就是头哥是27岁才加入 对那时候是比较晚 那时候好像是 因为在那时候在何库是因为 因为那时候的那个正值的缺啊 所以要等得比较久 然后刚好拉牛熊 他们蛮有诚意 然后一直说服说服 然后大概就是一直邀请 大概自己也觉得 一直在忧郁啊 因为一个是稳定的工作 然后一个是你有机会去打职业 然后在那种天人交战之间呢 后来还是想选择挑战 是 因为想说不要那个人生留下遗憾 然后看到是因为我的同学在 当时已经打职业 差不多打了六七年 想说自己试试看 反正第一个他们给的条件也不错 你如果打不好也听说 也可以 反正就条件不错 你也可以退下来 看要做什么事情 至少那一两年先试试看嘛 就有当时的 以当时来讲 确实是不是蓝绿熊队的 除了蓝绿熊队之外 还有别队也有对这个投歌 有一些邀请嘛 那时候在中华队的时候 其实也蛮多的都有邀请 可是会选择后面挑 因为那时候中华队的任务还没完成 是 然后你必须把它完成 你这样要不然的话 你在其他队有可能会 用交易的模式去到别队 而且当时那时候想法很简单 就是说我又不是什么有名的人 就是有点像当时现在那个林志伟 可能私下讲好可能会被交易这样 了解 可是因为那当时的交易制度没有那么好 然后我就想说 有可能会造成很多风波 你中华队任务没有达成 然后你又去和库院没有把它交代好 然后你直接跳的话这样 对任何人都不好 对那时候心态是很简单这样 那那个时候进职棒的时候 因为头哥你有提到就是你的同学 很多都已经在打了蛮多年了 对不对 对 有哪些比较就是有突出成绩的吗 其实像恰哥 恰哥 金峰 还有青 你讲的突出都 真的很突出 青字啊 环心字啊 环心字啊 很多那都是统界的 了解 对 所以看着他们在职棒场上 多少会让你有点觉得说 试试看啊 我应该比较强那种感觉要不要 因为当时那是一个机会 那时候我记得那个蓝牛的那个领队他说 跟我聊天聊到最后他只跟我说 你可以在那合库安稳的一辈子 可是你敢不敢跨过那个 他就是用激将法 就是激将法 然后我就一直去思考说 你的确就像他讲的 你可以在那个合库稳蛋的过一辈子 可是你敢不敢跨过那个门槛去挑战看看 后来就 有点被他说 被激到 然后最后摔门说 我看你也不敢啊 算了算了这样 对对对 有点类似这样 就激到之后就跨路了 其实也不是激到就真的 有时候就是搞说 反正人生就有一次去看看 失败就失败 反正就至少 尝试过 尝试过 而且你不知道那个职棒那个舞台 你怎么以后跟人家讲说 那个感觉或是什么样 确实 而且也会想知道自己在 你在合库可能打得很安稳很不错的成绩 但在职棒会是什么样的 我到职棒能打出什么成绩这样 对啊 当时是这样 而且其实SAMI那时候也27岁 而且可是签业的时候 的不知道第一天就有点后 我也觉得 就觉得 哦 还蛮硬的 我以为是你选秀的时候 坐在旁边 然后想说看旁边那个18岁20岁 哥哥怎么坐在这里 对啊 当时就 因为那个训练量跟那个业宇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是吗 就觉得哇 真的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有点 我有点 刚开始有点害怕 但是 那个SAMI说就是跟业宇的时候 的强度差很多 但是你前五年 500场还是只缺席了三场 对啊 然后又从新的年开始就单继 百岸六年 不过那个是跌跌撞撞 因为第一年的时候那是我们蓝六拳 是日本教练 是 其实前半年是打的真的很差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 打了两三个月还在一层多 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那个 人没有像现在那么多 因为教练会给你的机会会比较多 因为他跟板凳之间他会去衡量嘛 是 你还是会比他会觉得你还是比板凳球员还是比较好 所以他会一直一直不断的给你机会 可是现在的选手的压力不太一样 你可能打三次四次成绩不好 你可能有可能就被换 可是我们那时候是十几次二十次 打不好你继续下 然后在那个情形下你就是不断的累积经验 然后失败经验 然后一直做一直做 那个也是不同的压力吧 就是你必须要下 但是你又打不好你自己也会 有时候你打到最后打不好 回板凳那边你会觉得很对不起板凳球员 然后又站着这个前发打线 对对对你会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你会担心其他球员一样的眼光 但是教练还是一直信任你 一直去给你下 那个时候有不适应的感觉吗 就是说是会觉得职棒的投手特别难对付吗 因为那时候毕竟我们在业余 当然没有仰头这种东西嘛 应该说当时因为比较策略上都比较单纯 后来打了两个月才知道说 我原来投手特在骗你 就引诱球很多 所以你都会去挥到那个不好的球 然后后来慢慢调整以后就觉得 我原来你们都是这样投 投根是不是觉得一直被骗 一开始是被领队骗进来 进来之后又被投手骗 但是花了一个半季的时间 差不多就开始 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加上日本家 他一直灌输你观念 然后你就会稍微理解 原来职棒的生态大部分 然后再加上自己年纪27岁 想法上会比较成熟 会比较正美一点 所以你就会克服 比较能够快速克服这些问题 结果就拿下新人王 对你克服的太快了 OK那这个是投哥以前 这个教练以前在这个打击选手时期 那其实退的算是也蛮 就是待得也没有太久的选手生涯 最后就在2014年就已经决定要转任球探 然后后来呢 再过一年之后 来到我们的中心兄弟担任教练 其实 以投哥 我其实昨天要访之前 我稍微再去查了一下投哥的成绩 其实在最后几年 你的打击表现 还是维持在一个一定的水准上 但是你是已经有特别想好说 我差不多在这个时候 就已经有下一步了 还是这就是一个 是一个人生规划 还是你敢不敢转球单 应该说当时的那个年轻学手越来越多 然后你的那个球队的那个位置 就会慢慢被年轻球员取代 然后你就是心态上 可能球童会觉得 你在这个位置可能年轻学手已经取代你 然后再加上你 当时因为我们那一队的教练职 却没有那么多 然后他们就安排我去当那个球探 然后他也是一样 真的好 我都是去 因为那个球探算是蛮陌生的 你也会害怕 当时他跟我讲说我也不太感激 因为觉得球探到底是什么东西 跟你想象的那个方向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通常球员推下会想说 因为比较熟悉我想去当教练 可是当时因为那一队是没有教练的直觉 然后缺是没有办法那么多 但是我有表达说我想当教练 在二军或是助理教练 可是那时候他们的规划跟人员都是满边 所以变成就是我被安排到那个球探那一边 有很惶恐吗 我刚开始会了 因为也是因为他们也是跟我持续沟通 然后我后来想说试试看 虽然是有点不愿意 可是到去球探的时候才知道 我那不同领域学习到蛮多的 这一年应该说当球探的这一年 对后面你现在的教练生涯 其实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帮助很大 帮助很大 因为你看选手 然后在这上你会变得比较有耐心 而且你就会知道说 他们的过程 原来他们是这样成长的 因为你当球探的时候 有时候去看国小国中 因为有的球探都很无聊 想要去看国中 然后他有时候说 比方说这个投手以后会有一百五 然后说怎么可能 就是因为他们的逻辑 你会觉得怪怪 从哪里看出来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 他们的想法会不会太天真 因为当教练看 都是比较现在样子很好的 比较现在很好的 然后他们都比较看未来性比较好的 就是有点像挖掘这种普遇的感觉 所以他们就刚开始 球探他们也觉得说 这个人应该待不久 所以他们也会在旁边一直看 因为他们会觉得 明星选手推下当球探应该 这个可能他们私底下有讲说 他们可能小时候应该做不久 做两个以后他们开始觉得 真的做不久 不是他觉得你蛮认真做坏 那些美国球探他们就开始教我 怎么去看选手 就是他们有留一手 但是他后来都很愿意去教我 就一开始有留一手 反正他也教了 结果你一个月就 后来他们就会去教我说 你要怎么看 你要怎么去那个 然后慢慢慢慢 你自己也愿意去学 然后就在那边学到蛮多的 这是这个投个球探生涯 但是其实也还是蛮短暂的 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 大概我自己给自己一年时间 我还是比较想要当教员 因为教练会觉得 因为后来做一下球探跟教练 教练还是比较有挑战性 因为是蛮喜欢挑战 又被寄到了 真的 其实基底的好像不是那个蓝牛的 我觉得是你自己心里一直在给自己一些 其实自己心里已经有一个想法 刚好有一个人出现 给你寄一下 那时候也是到球探 自己想要转 其实在业余的 那时候球探的时候 很多业余高中的教练 有跟我讲说 你要不要转教练 可是当时已经答应蓝牛说 至少要做一年 虽然很想马上不做 可是就是你要把那个你自己的事情 该做的事情把它走完 把它走完 所以这一年的球探生涯 然后呢 怎么会有这个机缘 来到中信兄弟担任 一开始二军的助理打击教练 因为那时候不是跟Lamigo讲好了 对那时候自己想说要离开了 然后后来那个这里觉得 刚好那时候他们有请一些外国家 他只是问我说 有没有兴趣来这边学习 我说有啊 有兴趣 我就很想 很想学习 然后也不是就是有机会当家 我就想说自己过来看看 反正在那里是可能就让我当球探 然后我就在那边把自己的合约 一些都解决好 然后再过来 虽然闹蛮大的风波 因为对方会一直觉得 我好像来这边当球探 把那些资料库啊 那些很重要的资料库带过来 所以他们那时候是怕这样 所以那个领队都 那时候领队比较抓狂了一点 偷偷小爆料 而且因为 因为陈伯算是一直以来都是 蓝牛的体型 然后可能觉得血统纯正 结果突然跳 好到黄山群这样子 那时候想法真的是蛮 蛮单纯是想过来这边学 纯粹就是 第一个就是本来就很想当教练 第二个就是 这个二军助理党教练 当时是有其他的外籍教练 所以这是对你来说 是一个蛮好的学习机会 那时候就跟泰龙教练 就在二军两个在旁边 一直干 就协助外国教练 一直偷学 也不是偷学 这很大光明啊 能花钱找来的 我不学跟谁学 就在旁边看 那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教学 就是看那个 我记得好像是大卫雷神教练 就在旁边看 他们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大概是这样 我反而那时候是 三壘之道教练学的比较多 因为都是算三壘之道 那可是这样的 应该说马上进入教练的生涯 会不会让你有点压力 因为虽然说 你可能之前就有想过有这个规划 可是毕竟马上就转教练 你有没有想过说 那我能带给选手什么样的东西 还是其实一直都有在思考这样的事情 那时候反而没有压力 因为是来这边学的嘛 所以这边的球团 我说现在我球团给我们的资源 然后蛮大的 就是等于是协助我们去 跟这些外国教练学的东西 就让你们放心的去学 也不会一开始就给你说 要把球队带的怎么样 那时候就在旁边看 然后学习 慢慢就领悟到一些教练的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聊的这些东西 那2017教练就成为了义军的打击教练 一直到现在 都在我们的这个兄弟的义军 那打击教练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打击好像 没有一个一定的模式的感觉 就是说可能手背有一些规范在 就是你照着做 手背有教科书 教科书啦 对啦 你照着做你一定能够守得好 通常是这样没有错 至少可以守得稳定 至少稳定 对啦 那其他的一些技巧 就是可能是旁边的事情 但是打击 我觉得好像每个人的打击都不一样 所以当你知道说 自己是要当任这个打击教练的时候 就你有没有对打击有一些 自己的体悟 或是你 因为你毕竟是丰功伟业的人 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在 所以对于对你来说 打击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其实就像主持人讲的 他好像他没有一定的那种规则 或是他没有一定的 就像手背一样 你这么做他可能就会变好 可是你的方法 打击的方法 没有绝对说他一定是这样做 他就会 对这个选手就会 一定有帮助 反而那个方法 你要学习很多 而且你要一直吸收 而且你看现在已经 到现在已经 二十几 二十一世纪的棒球 打击像美国 不管是日本 他们不断的都在精进改造 如果有些东西的逻辑 但是基本逻辑他还是在 可是选手你一定要懂得去变化 因为现在投手的强度越来越强 你遇到的投手的等级越来越高 可是我觉得 你不管怎么变化 你挥棒速度一定要维持住 速度 这是觉得算是里面的一个 比较基本的东西 应该是说 它是算打击金字塔最顶端的一个 一个那个你一定要 条件 条件你一定要把挥棒速度维持住 因为现在 不管是我们现在看那个checkman 或是什么 他们都要 都要去观察你的急球速速 可是你的急球速速如果不够快 然后 你的那个挥棒速度不够快 你因应一百五 或是不管是 那个横向位移的那种变化球 你如果没有基本的挥棒速度 你绝对 没有办法应付这些球种 所以教练觉得 应该说急球速度是蛮重要的一个 应该核心条件 对 那我们队上 有没有谁的这个 急球的这种挥棒速度 让你有觉得特别惊艳的感觉 其实我们这一队 我这样观察 其实我们的 挥棒速度都还不错 可是就是 稳定性 挥棒的稳定性 就是 遇到那种 不是对自己有利的球速的时候 的那种挥棒 比较容易被破坏的时候 那时候稳定度就比较没有那么好 就没有办法保持自己的节奏 跟挥棒的这种轨迹 还有速度 OK 这是可能球队 因为 确实在打击上面 我觉得就像教练说的 好像没有固定的方式 那教练也只能针对一些 就是这个挥棒速度去做练习 那但是针对个别选手呢 应该说挥棒速度是 它是一个最终的那个 但是它很多条件就是 你可能打击的节奏 然后你挥棒的 那个什么 轨迹 然后再来的那个蓄力的 那个时间 我这个讲到 大概两个小时 你一定要去 可是先决条件 你一定要去做练习 你一定要去做 把那个大量练习 然后再把它记忆起来 而且说真的 它在一军的教学 跟二军的教学又要不一样 因为一军它是要战机 你必须在短时间内 让选手变好 所以你要尽量去看它的优点 然后二军不一样 二军当教练的时候 你就要很像一动一动的教他 就是你要把所有 知道的打击的正确的观念 都要教给他 一步一步的把它推上去 可以是一军的占领 所以不太一样的属性 了解 那一军就像教练讲到 其实一军应该蛮强会遇到的问题 可能就是 他既然能上一军 所以他一定是有一定的实力在 但是总是会有打击 遇到一些低潮的时候 那可能就像头哥说的 稳定度比较不够的时候 或是说他的 就是打击 就是近期就是找不到好的状况 在一军应该很常遇到 所以教练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 就是或是说帮助选手去面对 这样子的一个 对高低潮 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训练嘛 然后你还是要 注意他们的那个心理状态 因为通常在一军的选手 他们的心理压力都特别大 然后也比较容易得失心 但是你就是要坚持 就是他们的打击的基本 一些那个基本原则 跟他们基本动作 一定要让他们维持住 要不然他们维持不住的话 如果突然低潮来了 他的那个低潮的时间会很长 对 就是其实基本的概念就是 很固定啊 你只要能把你 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得好 对 其实你的低潮也是短暂而 就是也不会这么严重的 应该是这样说嘛 对 那这是教练的一些想法 那以现在的棒球来说 不管是 我其实有点好奇 头哥你这样看现在的投手 跟你在这个 以前在La New的时期 你会觉得现在的投手有 就是如果是你还是选手的 会去打会 我常常选手讲 如果现在的投手到我们那个年代 如果我们现在打的 以前的打的到这个年代 可能没办法向你们打那么好 因为现在球速快 然后变化球的位移又大 然后那个几乎你在汇棒时间要更短 反应时间 对反应时间更短 然后你判断的那种球路时间更短 所以你的那个 加加上 现在的球员的竞争力 跟我们那时候竞争力又差很多 因为你现在可能三次打不好就要被换 我们那时候可以十几次 二十几次 所以他们的打不好的那种心理的压力是更大 确实 对 那教育有没有印象 因为我记得以前大概我们那个 教育在打球的时候 其实有些投手大概投到一百五十 一百四十八一百四十九 就会觉得哇 以前最记得就是 庞卫伦家出来丢我们打的就是 哇 前这场可能 打个两分就很难 然后现在有像富兰哥这种 最慢一百五 最慢一百五 均速就一百五 那投哥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 哪一个就是在选手时期 哪一个投手是你很苦手的 就是打他就是打不好的 我觉得凯撒那个后颜 他这样一上来我们就感觉好像完蛋了 就攻不了分 现在在那个卫拳的教练 对 那那个时候 对那时候确实是 然后本土就是嘟嘟啊 因为他那时候只要出来 也很难攻分 确实 那现在呢 那时间走到现在 特别像我们今年队到很多不同的投手 有没有哪一个投手 特别印象是真的 感觉你下去打也打不到 打不好的 其实昨天那个投手就蛮强 刚龙嘛 你要说他四分可以超过五分 其实还蛮少见的 确实 他算是蛮稳定的一个投手 对他算是蛮稳定 其实现在羊头都很难打 对没对的 大家找来的好像都不知道从哪里找来 这么厉害 记得记出我们好像是 别队对我们18连战都是羊头 对 我们说打的真的是 我们真的很硬 那像面对到这种 就是不同的羊头 就是我们能够怎么样去做准备 因为就是有的就新来的 那就看也没看过 怎么样去帮助选手去面对这种 只有一个奇怪的右头 左头侧头也没看过 其实现在都有资料清收 其实相信每一队都会做 就是赛前都会做一些功课 然后开会 然后因应今天的对策 可是就算知道对策 你下去的临场的那个反应 有的时候还是因为陌生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掌握这样 以前会有像是现在每天 比如赛前都会有打击 那个 我们以前在 我以前在那一队的时候是有 因为那时候日本家有 就是我们每天都有30分钟 但是你久而久之每次看到 就像主持人好 每天看到主持人丢 我们就大概知道他丢什么球 但是我们还是每天都会开会 到最后就是 就算知道你下去打的时候 也可能会打不好 但是至少你会有印象 在关键时刻的时候 他的球种那一些 你就会知道说 等一下这个可能会投什么 然后你 棒球是数据 是可以帮助 但是还是会看一些场上的因素 对 场上跟临场的因素 但是其实真的 我觉得当棒球员 你要有那个胆识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所以教练你也会跟选手说 就是比如说像昨天打得不错 或者说敢不敢打 刚聋 是这样的方式会激励他们吗 还是 你昨天确实是 打击的表现非常好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 小配搏这样子 教练在提点一些选手的时候 其实不管是打击阳 总局都会提点他们 也不管是心理 或是因应这个投手的那个形态 都会做 大概会分析 可是最重要还是球员 主轴球员 他们下场的那个临场的反应 因为毕竟站上的打击区 就是他自己的战斗 对 就是吸收了教练给的东西 加上自己悟到的 还有自己的一些经验 所组成 然后走上打击区 这才是最后的表现 那这是教练有提供我们一些 这个打击的想法 那其实 当然就是 打击其实就是很 很常常会失败的东西 高失败 蛮深奥的 就算像教练的这个 生涯打击率 有大概接近三成 那但是 还是有大概 接近七成的 几率会打得不好 对 那帮助选手走过这样的一个低潮 就特别的重要 那 接下来我们 还有一些时间 那我们就 有一个 这个单元 最近有一个 最近的一个新单元 叫做这个兄弟你胡说 教练有没有印象 特别跟 选手时期 有没有在拉女儿 特别跟谁比较要好 应该说 自身比较有话聊吧 毕竟 其实不是有话 他是常常闹我 对 对 然后就觉得这个学弟都 疯疯癫癫 确实 因为我感觉好像 你说他疯疯癫癫吗 其实不是疯疯癫癫 还是你疯疯癫癫 他就是开心 我会带给球队那种气氛 跟那个氛围 我觉得他 他的魅力就在这边 但教练也是有不一样的 那个魅力的感觉 因为我每次看到教练 我也觉得教练好像都蛮 就是 乐观的感觉 开心吗 就是教练好像 头哥好像看到你都是 几乎都是笑笑的 对不对 应该说我脸部表情 如果不笑的话 就感觉很忧虑 真的吗 所以 我下次看一下 我们这边就是有那个 安顾先败 我们先找了何哥 何哥 他有一个 他首先他讲说 头哥永远都是一号表情 他的一号就是笑的啦 但是没有 头哥有时候就 不笑的时候 就像我会讲 会看起来比较严肃 对对对 就严肃啊 有 对 那是因为我现在聊天 你会看起来 如果我都不聊天 就像这样 你可能不认识我 你会觉得 这人怎么那么严肃 我决定等一下 上场去看一下 他就说就是 何哥就说 他很常就不知道 那个头哥在想什么 就很常跟他讲话之后 头哥你就会想一想 然后想了之后 他们到 已经在讲下一个话题了 然后头哥突然回上一个话题 有吗 有时候会这样 关于这个指控你 承认吗 教授 对啊 就是有时候会想一下 想一下他的话 然后再讲的时候 他已经讲了下一个话题 就比较慢一点 而且因为算何哥算是很 比较 就是快 很快 对 他比较 反应比较快 了解 然后是比较慢一点 比较沉稳啊 应该 怎么讲 何哥刚刚表情 好 其实大家听到的这一集 我们都是剪接的 好不好 没有那么顺畅 没有啊 开玩笑的 中间剪掉两分钟 五分钟 那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胡说算是 也不算胡说 这个算是承认 然后我们接下来讲到 那个何哥 我们就 何哥还有讲一个 就是他觉得 那个投哥完全没有脾气 他说他从大一 然后就是投哥和酷时期 你们就认识了 对 然后他说就是他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他完全没有看过你生气 然后就是 就像刚刚投哥讲的 就是自政 非常喜欢闹你 但是你都不会 就是跟他生气什么的 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以前在国家队 因为投哥那时候 算是年纪比较大的选 所以都当队长 然后他就说那时候 热身的时候 训练一些 他们都是要队长去喊 Go 然后大家就会冲 对 然后他就说 很常你喊完Go 然后大家就故意不跑 只有你一个人跑 但是你都不会去生气 或是什么样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没有 那个体能健康 所以队长都要代操 如果你没有带好的话 教练就会找你 然后先骂 压力好大 对 这个后面也有人讲 就是说就是很常 投哥会因为大家 然后被骂 但是你都不会去跟他们生气说 又是你 你们干嘛不跑 这样子 这个 要不要说指控 这个应该 这个爆料 这个爆料 算真实 对 真实性很高 所以以前在Lanew的时候 除了这个自胜之外 还有谁特别喜欢闹你吗 有印象中 可是应该也算蛮 其实投哥进去也算是 因为你是27岁才进去 所以其实还好 就是自胜他比较敢闹而已 其他的学弟都比较会 尊敬你 也不是尊敬你 我比较不会讲话 他们会觉得我很严肃 那那个陈金峰会闹你吗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 我们都会互相闹 互相闹 对 我还蛮想看那个画面 真的 我刚突然想象一下 听起来就说 你们两个到底怎么互相闹 我也不知道 OK 对 蛮多密信 改天可以 好 我们改天可以 这个好 这个大家应该想听 爆别对的 对啊 真的 然后讲到投哥完全没脾气 我几乎问每个人 大家都说投哥几乎没脾气 像思琪也讲说 思琪也是认识投哥很久嘛 然后他说一开始看到你的时候 就是像刚才你讲 他以为你是很凶 一个很严格的队长 结果才知道 投哥就是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就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然后他说以前你们很常去美国比赛 然后一比赛就两三个月 然后他说他记得有一次是 你们坐飞机 然后大家都要一起穿那种 很正式的鞋子 对 然后因为要坐很久的飞机 所以大家都会脱鞋子 就有选手偷偷把投哥的鞋子 撑起来 然后结果飞机坐太久 常那个人自己也忘记 他放在哪里 结果投哥应该知道 我要讲什么了 然后结果投哥就 一只脚有穿鞋 一只脚没穿鞋的 过了海关 坐了车 回到饭店 而且还是拿过气 我到现在都觉得 我的皮鞋 我还跟那个空姐 一直找我的皮鞋 说我的皮鞋到底在哪里 空姐想说 干过什么事啊 我哪穿你鞋子 所以投哥记得那一次 我记得那一次啊 所以就有抓到凶手是谁吗 没有 因为那时候 我们算是 集体别队的 然后都离开 然后到时候也没有人讲 那鞋子在哪里 还是 还是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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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祺说 最后回饭店有找到吗 没有 也是 不晓得 我印象中没有 对啊 就在 消失在飞机上 而且我还想说 所以这样海关过得去 其实你穿拖鞋 那时候其实还好 因为你是中奥队 那时候带个国旗 大家都让你直接过 结果 然后有一个人 大家都穿皮鞋 就一个人穿拖鞋 对啊 一只脚光着就进去了 这样可以不生气 我只是一直想说 我的鞋子到底在哪里 就一直想说 后来就拿那个行李 自己拿那个鞋子出来 这样 就是比起生气 先找到鞋子 比较重要 这么讲是没有错 但是通常应该很难忍得住 这就应该可以充分显现出 这个 托哥的个性的感觉 所以这个 这也不是指控 这个故事 对 这故事 很逼真 教练也记得这个事情 对 我们还有下一个 因为思琪都记到现在 对啊 就是好莫名 到底怎么会把鞋子 到底谁 像我们刚刚就从一开始到现在讲到 算是投哥的职业生涯 跟球迷心中 最觉得投哥最好的朋友 就是我们圣史连线的自胜 没错 对 所以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球队的人之外 我们也特别问了自胜 对 自胜 讲了这样三页 事业生涯 他就说他一开始是 业余 18、19岁的时候 对 他18岁的时候 就有认识 然后他说你们那时候 同一年一起被选进 对 那时候 我是先 然后他是下班级 然后他是下班级 对 然后他就说 他第一次见到投哥的时候 他没有觉得你们会是好朋友 因为他觉得你们两个是完全不同个性的人 对 他几乎是很乐观 然后我就 我又觉得他怎么那么闹 对啊 所以投哥你第一次看到自胜前排的时候 你有觉得 因为他18岁嘛 有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选手怎么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差了快10岁那时候 对 那时候差了快10岁 然后在何库 然后就练习就是 很费啊 然后为什么他的接法 既然都不会对他讲的话 然后我们只要漏球就会被讲 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 因为他就是天才嘛 那时候 对 他那时候进来算是获得蛮高的关注度 他其实算是最有潜力新人 然后他说投哥是最年长新人 确实啊 应该是 目前为止 这个状元界的记录了 对啊 应该是罗国山前排比较久 他好像比较到一点点 那个是比较 更早以前的 近年来这个状元应该就是 通常20出头 18岁的也有这种 高中毕业的 然后他就说 那个时候 就是在中华队的时候 他就很喜欢闹你 但我就说 那如果比喻 前排会是怎么样 他就说 他觉得你比较像是恰格那种 就是比较冷静的类型 这是外在大家觉得的 但是他说 其实大家都被你骗的 他说你私底下非常的狂热 内心 内心很狂热 应该说 就是比较冷静 但是有时候会做蛮疯狂的事 比如说 就好比 那个领教教你说跨了 敢不敢跨 就是我比较 你如果记到的时候 我就会想要去做 我觉得这集从头到尾 就是教练你不能被记 对 他们有时候知道的时候都会去 因为那个可能 尤其是比赛的时候 胜负心很重的时候 想要赢过 就是好胜心 会有想赢 所以虽然是冷静的心理 可是呢 会有好胜的心态 对 那我们这边又有一个爆料 他说 头哥很常讲冷笑话 对 然后他说 然后你就是 就没有表情的这样讲完 然后讲完就很冷 然后你就会问他说 不好笑吗 对啊 你是不是自己也没笑 以前最常问他们说 诶 冬天为什么会冷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它是冬天 这个 这个已经超越冷笑话 这是什么 这又变玄学 所以他们就觉得 会莫名其妙 但我觉得你自己有笑的话 还好一点 那个气氛整个 就僵掉了 就变冬天了 对对对 我以为你要讲的是这种感觉 因为以前都会这样讲 冷笑话 我最喜欢冷笑话 就是 在大概20年前的电视会 乌鸦飞过 对对对对 就变成这样 我刚才有看到你头上 有乌鸦飞过 没关系 下一题好了 这好恐怖 好那我们再讲一个故事 就是那时候 也是自身材败说 就是那时候 头哥在业余的时候 被称为业余的第一 就是很多河库 往台电都抢着要你 然后你后来去了河库 然后他说那时候 你们就很常出国 然后他讲了 有一场比赛 就你们那时候对荷兰 他就是要讲说你 他就是要讲头哥说 是一个 他看过最坚持的人 就是荷兰的比赛 然后你们打到最后一局 九局上的时候是0比0 那时候三雷有人 然后强迫取分 你们就得了分 九局下 也是就是正常的比赛 就两出局 最后一球 是头哥传了一壘 然后赢了比赛 一切都很自然 就大家就是赢了嘛 都没有觉得怎么样 结果赛后 头哥突然说 你的手好像很痛 结果后来发现 骨头断掉了 不是因为那时候短打嘛 然后那个 他是升卡 然后你的手就是 就是这个 硬着头皮去点 然后人肉点球啦 就是一定要点到那颗球 对 就是你一定要点到球 然后点到的时候 然后刚好 头手要接 可是那个人肉球嘛 他没办法接 就突然掉下来 然后就赢了一分 然后我记得那个 那时候大饼 我有给大饼看 我说大饼 你看我的手 他说 这个你要不要换 我说不要 因为学弟可能 九局会压力更大 我想说 我撑住 应该可以把它完成 对 而且是右手 对 就是右手 那你就还可以要传球 用这个手 就把它完成以后 就跟他们讲说 你看我的手 怎么跟这样 你跟防务员 是用这种 这种语调吗 你看我的手 而且他说那时候 之前说那时候 完全没有人发现 你有 就是这个状况 我有跟 那个大饼 就除非你自己讲的 因为那下场 之前大饼有看到 然后后来才 结果他可能 只有一个人知道 我觉得听这些故事 可以感受到 那个头哥的 那个 以前选手时期 大概是怎么样的 一个人格 都感受出来 他们所有人都说 但头哥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都没有变 就是这样的 个性的人 然后那个自然就说 很多人大家都说 蓝英伦 是现代的拼命三郎 他觉得 那这样子的话 头哥就是钢铁人 就是非常的 除非没有电 不然就是电量不够了 不然永远都是很拼 很努力的 在做自己的事情 他说以前 只有在连败的时候 会看到你 有一点累 就是自己打不好 的时候 他会觉得有点累 但是他说现在 最近看到你当教练之后 可能就是不只要顾自己了 就是还要顾很多选手了 他说他最近常常看到你 都觉得你很累 他说他都会跟你开玩笑 说哎呦有累哦 对啊 有吗 有这种感觉吗 跟选手比起来 其实教练 教练真的是比较 要花心思 选手是要顾自己 而且是球团赴给你的任务 所以你会 压力会比选手大一点点 对啊 有后悔走上教练这条路吗 不会啊 不会啊 对啊 至少你走过 我觉得头哥的人生的就是 你至少要去尝试一次 对对对 对对 然后去挑战看看 对啊 那所以下次如果球队 有什么新任务的时候 那个要跟你对讲 要问他 说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接那个什么 好啊 接接看 然后我们最后就是 用自身谁卖 就是做一个最后一点 中结 就是他有 他在场旁边 就是他现在不是同一队 但他一直就是一路以来 算是看着你 突然就有点 有点浪漫 有点浪漫啊 对 他说他就是觉得你 就是从选手到教练都一样 都是一个默默付出的人 虽然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个 我就突然有点 放那个BGM 虽然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个 但一定都是功臣之一 就像你一直都是 在他印象里面 你一直都是打 他的第二棒 就是 不是那么显眼耀眼的角色 不是开路线风啊 不是中心棒次 但是却一直都是很重要 然后他也知道 你的初衷一直都是一样的 就默默的在做 该做的事情 然后他说他知道 就是有时候输球的时候啊 就是球迷会骂 打击教练什么的 他说但是你就是 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他觉得说 教练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帮助球员 或许球迷不能理解 但是选手能够理解 选手能够有得到帮助 就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对 有很感动吗 听完这段 其实我 其实就是刚刚正讲的话 我觉得选手也要那种认知就是 你在球场上的工作啊 你就尽量把它完成 或许你不是最赏亮那一刻 可是就好比打击好了 你可能 二壘无论出去 你需要推进的时候 你有办法在 无论如果有办法把这个人送到得点圈 你有那种观念的时候 进行打击啊 会不会差到哪里 而且你就会 无时无刻都会想办法说 我要 替球队想要做什么事 你这个打击的那个 基本那个观念我觉得会很好 大概是这样 了解 这是一个打击的心法啦 那 对啊 当然这个还好 我们节目最后 这个浪漫的时候 突然有点感动 那 好 最后收尾让这个教练来有什么话要跟这个 因为资胜讲那么多嘛 那给你隔空跟他 喊话 喊话一下 他说那么多 你要跟他说什么 我要跟他说 其实跟他认识差不多 等一下 你是要过一阵子 二十几年 我觉得他 虽然看起来很闹气 他都蛮认真 然后 也一直在做他自己的事情 然后他 其实也 常常帮助学弟 然后不管是自己 虽然有的球迷看他会觉得 怎么好像吊烂当 或是干嘛 或者是 就是 看起来就是 无恶不赦这样 其实就是在那种 球场中那种 那种 很让人家会 有时候 又爱又恨 可是我觉得他 也是都是保持他初衷 就是 为自己的工作 为自己的球队在努力 他在这里的时候 这一队也是一样 我觉得他到哪一队都是一样 都默默把自己做好 但是我也希望他 能够打久一点 对 好 最后用这个感性的告白 来这个圣石连线 做最后的结尾 改天看我们有没有办法请到 那个圣 风 我们就人生 谁就达成 对 然后他那个 我们先留着 头哥还欠我们一个 这个 风哥的爆料 风哥的爆料 好 我们先留着 今天感谢这个 我们的打击教练 石志伟教练 来到我们的兄弟来说 那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这有关于打击以及教练方面的一些想法 那接下来我们也持续的有非常多的 不管是教练或球员会来上我们的单元 所以欢迎大家继续的期待 今天的兄弟来说 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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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